我们在一起六年了 我觉得结婚是水到渠长的事 可是每次我一和她提结婚 她就闪躲 我追问她就说她恐婚 我也知道我俩年纪都不小了 其实我并不是不想结婚 是因为我俩之间 现在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去结婚的话 担心以后的日子过不好 她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不知道 她到底是不想结婚 还是不想和我结婚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刘26岁来自吉林产品经理 小天27岁来自吉林之检员 四位导师好 主持人 川哥好 今天终于见到活人了 活的啊 我其实压力挺大的 因为今天好像在我来解读题面 是有人要来逼婚的 是吧 我不是逼婚 那是 我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也快六年了嘛 我请回家的时候 我父母就问我 你们俩在一起都那么久了 就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然后我就问他嘛 他回答就挺让我诧异的 他就跟我说 他有点恐婚 先阶段就是想谈恋爱 然后我就说 你到底是不想和我结婚 还是不想结婚 如果不想和我结婚的话 那两个人就抓紧好聚好散吧 就别再耽误彼此了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因为我俩现在在生活中 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 我不想把这些问题就是带到婚姻当中 我怕导致这场婚姻的失败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接受不了 都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俩还可以 还挺好的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一个觉得问题多多 一个觉得挺好 所以咱们听听问题多多的那一个嘛 一起来找 到底哪出了问题 好不好 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就是上次我们去超市购物嘛 购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那个水果 蔬菜 还有一些冬户什么的 然后我到家我就把这些东西 第一时间放到冰箱里 他就是挺不在乎 然后到家就是感觉特别懒惰 直接就是摊在沙发上 恨不得那个鞋都是我给他脱 我觉得他吧 这人就是太死板了 我想先休息后收拾 也没什么不对啊 不能就说我太懒啊 觉得就还好 我觉得那些冻户的东西 像那些保鲜食品 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放到冰箱里 先收拾好了再躺着 那不想嘛 而且你说就是上一周班了 也就周日那一天休息一下 然后塌了人家可得好 从早逛到晚 比那大爷大妈来得还要早 就在超市那堵着 然后晚上四五点才回家 一天超市哪能逛那么久了是吧 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挺累的 我就想休息一下 女生给到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男生给到的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听起来是态度 但是能听出男生有一些抱怨 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姑娘懒啊 嗯 其实挺懒的我感觉 你看 有一次我印象挺深的 就是我出差三四天 然后那天晚上我已经很晚了回家 十二点多了 我一回家打开门那一瞬间 首先我是闻到了味儿 那个味儿吧 就是螺蛳粉味 我们家还养那个小猫咪 还有那个猫屎味 就不知道的 以为屎烂了呢 我觉得她吧 就不是特别喜欢我小猫 然后也不喜欢我吃螺蛳粉 我不喜欢小猫 我天天在家产猫屎 然后她就是挺在意这个事的 反正那几天我也就是特别忙嘛 也是加班八九点才回家 然后到家吃完饭都十点多了 我就也挺累的 我就想着等她出差 回来前一天我再一起收拾 就是有一点脱了 结果她就提前回来了 那个沙发都特别乱 那沙发衣服都特别多 就是我觉得沙发上有点东西 挺有人情味的 要不然整得那么立正 就感觉还 她总觉得沙发上有衣服 有家里那个味道什么 那你说那地上全是衣服 然后那个桌子上吧 全是外卖的袋子 然后锅也没刷完也没洗 她就觉得这个事 她想拖到最后一天做 然后赶着我回来 你说她这不是懒是什么 这个味儿我是能想象得到 但是那个混乱程度我是想象 你当时没拍个照片啥的 记住一下我们就 她就是认为 我说得非常夸张 然后她觉得这无所谓 也不是很乱对吧 所以当时我就是 拍了个小视频 然后想记录一下 有视频是吧 有视频 视频比照片好 对 我就让人来 再先进一点 有味道的话就更好了 咱们来看看正宇啊 看小视频 我的天啊 太晚了 我才出差几天啊 家里就这样 电脑用完你不收起来 这衣服都快搁上衫了 哪儿都是吃 哎呦 太麻烦了 主要人全是外面 吃完就不要收拾 我不知道会给谁吃呢 哎呀 衣服随便弄 火也不刷 你看这网 哎呀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个好像是有点 出乎惊心啊 我当时也没觉得这么乱 反正我就想等一等 然后再收拾 这么说 我说句实话 这 这 就当时我也是 不是 你吃完 就是天天加班 加到九点多 那我到家都十点多了 也很累很亏 不是 你吃完外卖 你把它打个包 就是顺手的事 他就感觉很累了 然后就这些理由 他就 这些也不至于说 不能结婚吧 哎呀 这个话问得好啊 问你呢 即使我这么乱 我也不至于不能结婚嘛 结婚之后 我请一个阿姨 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嘛 但是他那个 拖他的这个事 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比如就是双十一的时候 我们家是新买的房子 然后就是墙面是比较干净 然后我觉得就是 手特别脏嘛 然后天天需要 嗯 墙脏了就不好办了 然后有那个开关贴 让他抓紧买 我也不是没买呀 我买了 就是那个物流有点慢 然后他就让我催 那你说那快递 我催了他就能到吗 那我也太神了吧 然后你说咱手 你天天摸大泥了咱的呀 就一摸就脏了 就晚点就晚点呗 就这个事 你就非得这么斤斤计较 就特别较真吗 不是较真 你每次什么事都拖啊 他就认为这种是小事嘛 这不买也无所谓了 但我觉得你这个落户的事 你觉得算是大事吗 落户现在天间 大事啊 我感觉现在 落户口大事啊 对 我感觉现在人才引进 那个天间这个政策比较好嘛 还在计划 我们都是属于符合条件的 我前前后后用了十九天 我就把这个户口落下来了 他可不好 他用了一年多 第一步还在卡那儿 我每次催他他都忘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政策 一时半会儿 他也不会变 就慢点就慢点吧 变不变也不是你说的算 反正我觉得不用太着急 然后就他也说我拖 我也觉得他也挺拖的呀 就之前我们俩异地恋 我在上海 然后他在北京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好了 国庆来找我嘛 然后他就是拖 拖 拖 拖到最后说没买到票 回老家了 那你说你回老家 你告诉我一声对不对 我也能回老家 然后最后就我一个人在上海 他也没来 就说话也挺不算数的 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当时那个是跟着项目走的 领导提前也跟我打招呼了 说那个十一有可能加班 况且我那个票也是买了 从那个北京到上海的票也买了 然后从北京到我们老家的票 我也买了 怎么就那么巧 就抢到老家 就抢不到来上海的呢 去小房市的那个票 可能十一的就是好买一点 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来想见我 如果想见我的话 就肯定有各种方式 这个我挺支持你的 就北京到上海方式太多了 对吧 飞机一天多少班呢 一小时一班 对不对 完全是借口 这个我觉得女生说的对 我觉得她现在可能就是 各种挑剔我吧 她就是比较矫情啊 脾气还挺大 有一次我买那个书架嘛 平时买一个那个拼图 好几百 然后大家一起拼还挺开心 我买个书架怎么了 大家就是也是俩人一起拼一拼 你看有时候吧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那么好弄的一件事 你就直接买一个一体的 是不是 直接搬进去书房不就可以了吗 非得要弄一个组装的 然后组装不好 还觉得我做得不太好 就是非得要 我和她一起弄才行 然后我也不是没帮她 我也递螺丝了 递锤子 我也帮着她服务那个书架啥的 她说是那个递什么锤子 递钉子什么的 她总在那玩手机 都是我主动跟她说 我说那把那个钉子递给我 跟我冷暴力 就那天她就不跟我说话了 那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 摔门就走了吧 我不说话 那是我一种方式 但我觉得你这方式更过分 我觉得咱俩差不大多 反正我觉得你这方式也不好 谁吵架了 男生不哄哄来对吧 那你呢 就是两三天没理我 然后最后不还是因为 我觉得雨下太大了 然后我有点害怕 就跟你先说话吗 我觉得就是 没有以前在乎我了吗 你这个先说话的理由特别奇怪 那天雨下的确实挺大 对 然后我们那是露台风起来的那种 然后那声音就特大 我也就害怕了 然后就跟她说了 谢谢老天赏雨 给我一个跟你说话的机会 你们那个时候有人提过分手吗 我很好奇地问一句 我提过 异地恋的时候吗 那时候 你们一地有多久 我觉得挺难过的 你们一地有多久 一年 两个人为了这个爱情 跑到天津来了 没错 你从上海到天津 你从北京到天津 那这是从北京又到上海 到上海 我俩从上海落词到天津 这不容易啊 为了一段情感 双方都做过努力吗 六年对吧 对 你们这六年没结婚 是因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我俩人生观 有问题吧 啥意思 他一直想丁克 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小孩 想丁克和真丁克 这是两回事 孩子们 这个阶段我就觉得 要小孩就挺吃力的 当时我跟他相处 没多久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不太喜欢小孩 然后我可能以后要丁克 他也没否认 就是也相当于默认了吧 然后现在就是 递给我这么一个话 毕竟当时也是 六年前的事了 在大儿的时候 可能思想不太成熟吧 在学生时代嘛 没想到真正会有 这么谈婚论嫁的一天 但是现在施打施 就发生这个事了 但是肯定是 你不接受丁克 要去面对嘛 不接受 倒是坦诚 如果他说 我不做丁克了 这婚咱结嘛 结呀 所以你们俩绕啥嘛 根本跟那些都没关系嘛 就是只要你同意 给我生娃 这婚咱就结嘛 我希望他就是别 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还挺好的 就是二人世界 也挺不错的 我就觉得 不至于在那些小事上面 让我们这六年就 对他来说 这个要个娃可是个大事 是吧 嗯 他们跟我说 你母亲关于这件事 还有母亲的看法 对 我们双方父母的态度 都比较明确 我们听一下吧 来 阿姨您好 我是爱情保卫战节目组的 您了解您儿子和小天 谈恋爱的这些事吗 嗯 了解 那您知道他们最近 也闹了一些矛盾啊 来参加我们节目 来解决吗 又闹矛盾了 他们俩原来感情还挺好的 最近我就是 视频的时候 看他俩还经常不开心 我还偷着问孩子了 他说是要闹矛盾了 我问他都是因为啥 他说的 就是越来越发现 这个小天啊 不会收拾屋子 也不爱做饭 我儿子感觉说特别懒 不会干家务的 儿媳妇您能接受吗 那就是偶尔的 犯懒了 一次两次就行 那又是时间长 总这样 我就会让我儿子 不跟他处了 嗯 那您了解小天 他不想要孩子 这个想法吗 您能接受吗 他是 那怎么能接受我 原来我听我儿子 说那么一嘴 我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呢 不可能是真的吗 这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果又真是这样 那就不能再继续了 哎 你也不接受丁克对吧 对啊 要命就要命在这儿了 父母的意见 供参考 如果他也坚定的是丁克的话 这事还不难 问题是你男朋友 还不太愿意做丁克 就是这个阶段 我是觉得肯定不行 因为我觉得养孩子 太打压力了 哎呀 所以孩子 你表述清楚 你说我这个阶段不行 我在什么时候可以要 你别上来就说我做丁克 你看给他吓的 我觉得首先责任感 我们两个都不具备 然后经济能力的话 我们也很一般 就是你肯定要 对这个新生命负责吧 家里 就不够成熟嘛 然后如果真要是 小孩生下来了 到时候你需要带 也没有精力 之后的压力就挺大的 我觉得他不够理解我 这事不能想你知道吧 人想很多事能吓死自己 好多事都是这样 我觉得他说这种现象 是现在所有年轻人 就是我们九五后 都需要面对的 不是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 一代一代的人 不就是这么面对过来的吗 要不然怎么有你们这一代 我们父母也放话了 说是可以帮忙 就是帮忙带孩子 他们也有经过过 说都是会说 家长现在没退休呢 他还得工作 如果就因为这个不结了 最后还闹分手了 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 但是你也不会改变是吧 反正现阶段的话 我肯定是不想改变 我也不知道以后 如果真的 就是到那个时机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变 我没法说 对啊 那你的表述应该是说 我可能在一段时期内 不太想要孩子 而不是说 但是他那意思不就是 今年结婚了 然后明年就抱娃了吗 不就是这个态度吗 不是 你得问他 是不是这意思 你是这个意思 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一点吧 就不要太强人所难 结了婚就早点要孩子 对 我们也都二十六七了 也不小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嘛 什么懒呀 挑刺啊 那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嘛 女生是对要了孩子之后的生活 有深深的恐惧感对吧 害怕 对吧 行了 问题的真相摆在桌面上了 老师们如何解决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啊 这段视频 今天拿到节目现场来展示 争得女朋友的同意了吗 我和他说过 他就觉得无所谓 我感觉不是挺乱的 我就觉得家里边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女朋友是非常信任你的 在大家心里面觉得 你会娶她 所以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一种极大的信任 不管怎么样的话 把这个不好的一面 放在全观众面前 去呈现的话 多少也是没面子的事 从这个角度讲 你要感受到 女朋友对你的那份信任 但是话又说回来 看看你又做了什么 你是恐婚的 而你的女朋友是恐生的 一个恐婚一个恐生 那很简单 就是你们俩的关系出了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关于丁克这件事情 他现在一直不松口吗 当你用挑剔的方式 他就会做自我防卫 然后他会强化他的观点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 只能让他越来越自我 他用坚守自己观点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 其实女朋友并没有完全 说丁克这件事情 就丁克到底了 你也听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告诉你 是如果你一直用逼宫的方式 那么这孩子就一定生不下来 而且你们的关系 裂痕就越来越大 你越挑剔他 就是越否认他 越否认他 他就越不愿意做 所以呢 男生呢 适当地要学会包容 然后呢 女生呢 要关注他的焦虑 因为他的挑剔是什么 是焦虑 在某种角度来讲 这种不安全感 其实他缺乏的比你还要多 所以说当你说 对方是否懂自己的时候呢 你也要尝试去懂得 他背后的那份焦虑 他是希望说 我们越来越好 挑递的背后是希望更好 你们要彼此多一点了解 内心的需要是什么 而不听得到表面上的脏与不脏 生与不生 你们多聊点想要的 少聊一些不要的 谢谢 男孩 就是你觉得你对他的爱 如果十分的话 你打几分 打九分吧 我觉得 我给你点面子 加三分 算你八分 给点面子 加三分 就是五分啊 你知道冷战 这种不说话 对人的伤害是什么吗 我觉得冷战不是一个人 一个巴掌拍不行 对啊 关键是 谁爱 谁会认输啊 如果我特别爱他 不管是冷战还是热炒 哪怕不是我的错 我都会认错 因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我想让他开心 对吗 所以 当你跟他冷战的时候 就是你不在乎他开不开心 更不要说冷战两三天了 我觉得 无言 就像一种毒药 更像一把刀 他能切得开最深情的拥抱 我觉得 你们俩的感情 都可以被这样斩断了 你觉得你爱他有几分 姑娘 我觉得 也有八分啊 那我给你 加三分 你大概有七分 为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 我爱一个男人 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做 我觉得你对他的爱 没有达到这个情况 所以你们两个啊 都加了三分之后 也就是七七八八 针尖脉盲 一个恐婚 一个恐生 其实你想想 彼此到底为了对方 肯做什么 他那么脏 有什么呢 你连一个三米的书架 对吧 你都不厌其 反正去把他给搭起来 你就帮那碗 所有都洗了呗 既然你喜欢他 你可能喜欢是他其他那一面 如果他一面都没有 你早就抛弃他了 是不是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他去做呢 你也不知道 他想要什么 他自己搞一个书架 他其实想跟你一起干嘛 通过搭这个书架 来增进彼此的感情 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你 跟他一起去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最后说 你看 我们家这个书架 是我们两个爱情的结晶 一起铸就的 你在玩手机 你想你为这个爱 又付出了多少 你有没有加上这个三分 如果你再不加三分 你再不加三分 你们两个 什么都没有了 知道吗 珍惜彼此的爱 不要再冷暴力 你也不要 再抗拒自己的那种懒惰 或者是恐惤 你真正为了他 愿意去付出 他也会愿意为了你 而付出更多的爱 谢谢丽总 袁老师 别哭了啊 其实我真觉得 我还挺看好你们的感情的 虽然说今天上来 两个人都互相在有指责 哭哭啼啼的 不太高兴的 焦虑的 有压力的 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丝暖意的 甚至这个暖意还是挺足的 因为我看到一对年轻人 他们没忘初心 从相恋相爱 到如今 你们真的是已经 把生活过成了日子 虽然日子是平淡的 但我看到你们 实际上内心深处是彼此包容的 因为非常典型 你们两个人 一个人是对生活现状的焦虑 一个人是对未来生活的恐惧 那这就是互补啊 男生是希望把每天的日子过好 这样我们可以抵挡 未来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焦虑 女生齐齐对未来的焦虑 我觉得也是好的 因为确实我们要面临将来生孩子啊 这个包括老人是不是帮我们看啊 包括我们的工作事业 和我们生孩子等等 去怎样分布时间精力啊 我觉得有这样的焦虑 才能更好的处理好 有一天日子来临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眼下我觉得你们更需要的是 降低彼此的压力 我先来说说女生啊 其实没有那么好担心的 只要做了母亲都能够养大孩子 我不知道你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 或者是家庭环境 让你这么地害怕去养育孩子 但是你相信我 你只要生了就能有能力养 所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我前天去看我一个朋友 我只知道他生了老大 我去看他的时候 我还说他胖啊 殊不知他怀了老二 他一个人带着老大 怀着老二 依然神采飞扬 我去他家我都惊到了 一尘不染 我说你这太不像有个孩子的家了 收拾得那么干净整齐 他还大着肚子 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我们不敢想的 所以你要相信一个母亲的力量 当然你今天不愿意生孩子 我可以理解 我也希望男生更多地包容 但是随着时间 随着你们感情的深入 彼此对对方的信任增加 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你逼也逼不来 你有压力也压力不来 因为压力永远都有 所以女生不要对未来太焦虑 男生对眼前也可以更多宽容 你有长处 你爱收拾 你弄干净点呗 取长不断就能有好的婚姻 只盯着对方的缺点 你又懒 你又怎么怎么样 那就完了 日子过不下去了 希望你们卸掉一些身上的包袱 也许青装上阵 你们就能更开心一些了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女孩你一直在说理解 我告诉你 价值观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不恰就是不恰 就价值观它不在一条轨上 它就是不在一条轨上 比如说它可以理解你的价值观 但它就是不接受 因为它不是它的价值观 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 你千万不要说 你们必须理解我的价值观 谁不理解你的价值观 谁都能理解 它不一定能接受你 所以当你有自己一个价值观的坚持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你面临的结果是什么 坚持和坚定是很难的 有时候身边的人的沉默不代表承诺 沉默只是你们得过且过了 你们只是不想去思考这个问题 生活是混不过去的 我觉得你们俩是有爱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你们现在设计核心价值观 这就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 所以你要么就是接受它的价值观 要么就你们各自重新开始 几年的爱情当然是很可惜的 但再可惜的爱情 也比将来两个人再一次地 发现人生发生冲突要好很多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们没有办法对生活的未来 看得那么通透 所以我们就不要为所谓 生活的未来去担忧 年轻人老是两种极端 一种就只活在当下 一种就只活在未来 你就只活在当下 他现在有点只活在未来了 他是不要孩子吗 根本就不是 刚才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没人给我们带啊 怎么办啊 我无法面对啊 这是他的核心 所以你越是在指责他做事情是懒惰的 是这样的 他越害怕生 所以他就会放大对未来的焦虑那一块 然后自己又特别有责任 感觉的我要做一定是做一个好妈 他只是觉得我承担不起 你也没有让他感觉到 你能和他一起承担 核心其实在这儿嘛 所以你们自己好好考虑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啊 一起进入真情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请关门 严老师你觉得这个姑娘以后会要孩子 如果他们的日子能过好了 男生能更帮他担当 不要那么焦虑的话 我觉得他会要 他会要 他不是讨厌不想生孩子 就是担心 我觉得他连锅都刷不好 所以他不敢生孩子是这个原因 他不是真的不要孩子 对 他真的不是不要孩子 他觉得hold不住 好了 来 我们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放弃一切成见 只因为爱而选择走在一起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你也想一年之内结婚是吧 对 确定啊 我在后台日子都想好了 一点都不尊重 你得跟人商量 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这类群里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觉得生活是没有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尽我所能 尽你所能 尽我余生 尽你余生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我也会这边会更加地包容你 你希望你这边 我也会更加理解你 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以后都一起努力吧 就让日子的生活变得更好 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当着大家的面 我和您商量一下 你觉得2021年结婚合适吗 我觉得合适 日子定在2021年521 可以吗 好 特别好 你愿意嫁给我吗 愿意 好 最后我想大声道说一句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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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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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跨过了这些爱的障碍之后 相信未来还有很多难 希望你们像今天一样坦诚 最后就想祝你们幸福吧 520结婚是吧 521 2021 521 别忘了给我们送喜糖 好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祝你们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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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这还是温暖的嘛 我们来了解下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